那今天呢,這個主題也是我們MAKER FOLLOW目前辦的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 那因為MAKER他們在把產品做出來之後 其實會有很多層面要去思考 像要怎麼去符合真正使用者的需求這一塊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 呃,帶維新小姐來跟我們一起談一談這個部分 這樣 那待會大家如果有什麼任何的對於使用者經驗這一塊呢 那維新它自己在美國也是有在專研這個關於設計的這一塊 那她自己本身也是除了對設計這塊有興趣 她對MAKER的這個產品呢也有一些動手做的熱忱 那大家待會就是一起來聽聽賴維新小姐為我們帶來今天使用者經驗的分享 我們歡迎維新 嗨 我其實沒有想像今天會有這麼多人來 就是我一直以為就是使用者研究這塊這個蠻冷門的一個領域 就是因為畢竟之前我在念工業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在我的同學當中 很多人會有很多熱忱在於畫sketch 然後去設計 然後把那東西做出來這整件事情當中 但就是缺乏的到前面那一段就是 他要怎麼去把它做研究了解user那一塊之後 再去想發想後面concept那一塊 所以我就還蠻驚訝 今天有那麼多人有興趣來就是參與這個講座的 那我先大概介紹一下我們 這樣看得到嗎 因為我今天的那個 比較 這樣可以嗎 OK 好 叫維新就好了 然後我現在是在AJA大與創業設計 做UX Designer 然後 我之前大學是在台灣念廣告傳播 然後後來我研究所的時候 就到美國去念工業設計 然後我也不小心就在美國留讓了7年 就是 因為我念了兩個碩士 工業設計跟設計管理 然後後來我在美國的一家公司叫 Coldine Aureus 就是做互動設計師 然後大概因為我在 2014年的時候就是回來台灣 然後就開始繼續做UX Designer的工作 然後 關於今天的就是聽眾們 我也想要就是多了解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想來這裡 那你們大概是怎麼樣的背景 所以我在想說 因為我真的以為本來只會5隻小貓之類的 但是今天看起來就是還蠻多人的 所以有沒有人想要自己先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大概什麼樣的背景 然後其實為什麼不想來這裡 這樣 好 那我來抽樣一下好了 就是 不然每一桌看有沒有一些那個 補充者 就是半童這桌開始好了 有沒有一個 就是 來來來 這張來 給大家看你就這樣 我是微創之通的那個 一個新創團隊 然後我也是ID背景 然後我也是在做UX方面的 的事情 對 就UX的ID現在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其實 對這方面就還是多了解 多涉獵這樣 OK 好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想來聽 這樣子的主題 因為要多學習啊 OK 好 那 那 是不是有沒有人要分享 好 我可以分享 嗨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台大D school 的建成Rex 今天因為生日 所以被我的同事餓著 我剛才發現我的嘴巴是紅色的 今天來的目的是 我們可能會有像這樣的課程 所以 派我先來看一下狀況 那那一座有沒有人就是想 我們想一下 大家好 我是Cherry 那個我研究所的時候就是念那個UX的 然後 因為進來 工作四年多之後 我覺得 好像有點陌生這一塊 因為我們是新創團 類似新創團隊 所以Round Project 是很快的 然後 所以想說 再回來複習一下 整個過程這樣 對 好 謝謝大家 那邊 有沒有想要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雲端生活家的Ribbon 然後 公司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跟使用者要接觸的一些產品設計 那因為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公司在這方面是蠻有興趣 想要了解一下說 跟使用者互動 或者說在先前的作業應該要怎麼做 可能會比較有效 可以幫助我們reach out 使用者的想法 或是他的對付的東西 以及他的興趣 那所以才來參加這個活動 好 謝謝 就是 沒關係嘛 就是 各位好 我是 我現在是一名學生 那我今天是 應該說我 平常是在台灣敏捷社群裡面的一個活動議員 那因為 敏捷社群裡面本身就會講到有差的部分 所以 那我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 Maker也會講到這一塊 所以特別今天過來看一下 好 還有人要分享的嗎 好 我感到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今天來的是Maker們 但我剛剛聽到幾乎都是UX們的 就是參與 就是有一些真的Maker就是在場的 這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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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是要聽你的心聲 請問一下Maker到底為什麼想要來這樣的廠商場 想要把做的東西變商品 嗯嗯嗯 對那變商品又不知道別人 要怎麼做別人才會買我們商品 OK 這是重點 方便問一下你目前的商品是哪一塊的領域 我是做網頁 網頁的 所以是賣服務還是賣 賣服務 算賣服務 賣不出去 很好 那我現在就是可以繼續就是分享一下 如何要賣出你的產品的這一塊 好的 所以其實我剛剛就是試圖要詢問大家的一些背景資料 然後了解為什麼你們會想要來這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算是使用者去研究的一塊的內容 然後我覺得其實我在整個做這個講堂的一些準備的時候 他其實也可以算是使用者體驗的一塊 那我覺得我剛剛的那一個部分其實就算是 這次整個我們通常有一個是Design Thinking Process裡面 最前面那一塊就是Emphasy這一塊 我想要了解的是 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會想要來參加 那參加之後他們想要得到又是什麼樣子的內容 所以我剛剛就是試圖做這樣子一個練習 然後發現跟我當初想的還真的不一樣 因為我真的以為都是Maker來 所以我的 我的一個 開始的一個Define就是 Maker來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比較想要知道是到底研究可以怎麼做 那他可以幹嘛 然後那他又可以就是 幫助他們做到什麼樣子的內容 然後實際上要怎麼做 但是 看樣子我定義這方面是錯誤的 就是我剛剛的那個 聽到的似乎不太完全是Maker這一塊 所以我當初我定義之後 我就想一個發想就是 就是 剛剛看到我的title就是使用者研究101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基礎的一個課程 就是想要多聊 就是只是多 再介紹一下使用者研究這一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說明 然後 現在就是所謂的原型就是我的presentation 那其實我現在就是算是一個測試 就是希望大家之後 等一下看完整個的講床的內容之後 可以再給一些混混 那其實這就是整個 你在Thinking Process這件事情應該 在座應該蠻多人都大概知道 像這樣子一個 Process了 只是說 到底要怎麼做 那你要怎麼去運用在每一個流程裡面 然後 可以不斷的就是去 轉化它內容的一些insight 到最後你真的可以設計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然後 嗯 就是剛剛說的 emphasize的這一塊 所以我剛剛是 就想知道你是誰是聽眾 為何而來 那就是呈現的一個idea 就是我的課程內容 然後我的prototype又是製作簡報 然後 我之後是靠你們有個上課回饋的內容 作為一個testing的一個 呃 一個material 那 所以 從這樣子一個流程裡面 我們第一個就想要知道的是 為什麼 我們要去研究使用者的內容 嗯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人他們 在做設計這一塊的時候 都是非常專注在設計的這個實體上面的 就如同我們現在很多就是 產品啊 實體的產品 然後 甚至界面 空間 服務上面 可是我們很多人就是很focus 譬如說 嗯 實體的手機 它應該要多厚 多薄 它的電池應該容量要多大 然後就是非常的一些 在spec上面的一些專注的一些設計 但是 像 這樣的東西其實有時候 它如果無法跟人的一些體驗去做連結的話 其實它是無法去引起共鳴的 所以 嗯 嗯 我覺得其實 實體的整個使用者活動 它才是 可能意義產生的一個地方 譬如說 嗯 拿一杯咖啡來說好了 嗯 我們可能會覺得一杯咖啡 它就是要能夠 裝載一個液體 那是最基本的一個 嗯 物體產生的一個 function 那 但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物體的內容 它其實應該圍繞在它之外的一些活動事件 才能夠為它產生一個更有意義的一些事件發生 譬如說 嗯 以星巴克為例 嗯 我走進咖啡店點了一個大杯的拿鐵外帶 之後我就可以 嗯 帶著就走簡單俐落 這是一個它在 嗯 敘述整個它要去 星巴克外帶咖啡的一個體驗 它覺得它就是要很簡單俐落 快速 就很帶走的一個 一個概念 所以 在這一個例子裡面說 就是會變成是 要很快的一個外帶杯的一個呈現 但這件事是同時整合在它 這個人它在對外帶這個體驗上面的 那 其實也會有另外一種體驗是在於 如果它進了咖啡店 然後它拿了一個裝在瓷飛裡面的一個咖啡 它想要是在角落裡面坐下 好好享受這杯咖啡 這個時光就是它想要去create出來在 圍繞在這整個咖啡的一個周遭的一個氛圍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就是想要去做一個享受 嗯 甜靜悠閒的一個時光 那也譬如說 你也可以就是想要去坐在店外 然後帶著一個 嗯 透明塑膠杯的冰咖啡 然後你只想要欣賞外面的景色 然後一邊用吸管享用者 這樣透過不一樣體驗的一個包裝上面 它其實呈現出來的那個物體 又相對性就會不一樣了 那你能夠感受到那個氛圍也都是很不一樣的 譬如說像這個也是 有些人他就會care的是我要有環保概念 所以我就是帶一個自帶的一個環保杯 然後裝個咖啡 我就可以帶了就走 對他來說 他care就是一個 他如何在這樣子的一個氛圍中 還能保有他對於環保這樣子的意識的一個體現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咖啡杯的呈現就會是呈現像這樣子的一個環保杯的概念 然後可是可能又會有一個面向是在於 當你有在某個特別的時節 然後你會想要有一個像這樣子一個 聖誕節的一個氛圍的一個外帶杯 你拿那個杯子走在街上的時候 你對應的是跟你周遭的一些聖誕的一些裝飾啊景物 然後那個是互相呼應的 這個時候這個杯子它本身就不是只有一個裝宅咖啡的一個杯子 它帶的是不一樣的一個生活體驗 然後它這個是跟又在跟外面的群眾做更多互動的一個物體了 所以這幾個東西 呃 雖然說它的原體都是咖啡杯 但是它其實透過不一樣的體驗 它是可以有一些很不一樣的變化的 它可以是必須快速俐落的 然後它也可以是很溫暖的 然後它也可以就是讓你覺得很涼快 然後也可以是體現你想要環保的那個概念 同時它也可能想要傳遞某種氣氛 這樣看起來其實它都是在呈現咖啡杯這件事情 但確實它包裝出不一樣的一些氛圍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做使用者研究這件事情 因為當我們不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只會先去想到我要做咖啡杯 但是我要做出怎麼樣的咖啡杯呢 這個時候我們並沒有去了解一些不一樣的一些體驗跟氛圍的時候 我們是無法在想像之外還能夠多出這樣子不一樣的一些使用者體驗的 然後這塊也是需要是一個以人為出發點的一個體驗的內容 所以那如果說使用者研究它在整個設計流程裡面 它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會是什麼呢? 回到我們剛剛那個design thinking那個process 其實使用者研究就是屬於在前面emphasize的部分 那當它對應到後面流程的時候 譬如說define 當我回收收集到不少使用者研究得下來的一些insight的時候 我必須把那些insight去把它做一個定義去瞭解說 那對於這樣子的user他們最需要需求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透過這個內容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挖掘他們的痛點跟甜點 甜點當然不是因為吃的那一種 就是痛點就是他對於整個體驗裡面 他覺得最不舒服然後有問題的 然後他覺得無法進訓下去會去阻礙他整個完整流程的一個痛點 那甜點的部分就會是比較老實說那是比較難在我們研究當中去挖掘的一塊內容 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很好的使用者研究的話 我們是可以挖掘出它的隱藏需求的 其實有時候挖掘出那樣子的隱藏需求才有辦法幫助我們去做到 定義他們真實的一些想法 然後那個東西才有辦法被下一個階段去轉化成一個概念的內容 所以其實然後使用者研究他其實還可以在ideation的階段 提供另外一個層面的一個幫助就是他可以幫你提供一些設計靈感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主要就是來自於人的一些內容 人的一些insight那些東西是可以再被轉化然後你可以幫他發揮出來 因為我想可能蠻多都是設計師或是maker之類的 你們可以為這些insight包裝之後轉化成 我覺得可以發揮到更好更漂亮的一個境界 然後其實當然也可以做一個就是驗證觀點的部分 他在後面testing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前面所收集到的那一些觀點 然後透過測試你就知道 這樣子的觀點在後面的研究上面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是被實踐 然後真的是有符合到使用者的一些需求 所以其實這些使用者研究的一些目的 他同時其實大概都可以區分成三種研究的方向 像挖掘痛點跟甜點跟你要去挖掘隱藏需求的這一塊 他有一種算是比較要探索性研究的部分 那提供設計靈感的部分我們可以從所謂 極端用戶的研究的內容去找到 所謂的極端用戶的一個部分 他其實就是有某種特定的族群 他並被你的目標對象的一個target的部分 譬如說你在找 我覺得我想要找就是現場 有沒有人目前做一個什麼樣的產品 想要分享一下我就可以幫忙找出 有可能怎麼樣是你的極端用戶 有沒有人想要就是分享一下 你可以提你設計過的或是你目前正在設計的 好我要點你 你我最近 你目前有沒有什麼樣的產品 就是正在設計中或什麼 然後你覺得他的目標族群應該帶是哪一個 對 我們有設計一個蠻牙喇叭 嗯 那他的使用情境是比較戶外的 戶外的 對 那他的 他的特殊點是在於他是可以完整 可以變形很多種形狀 嗯哼 對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產品們的目標族群的定義會是在哪一塊 我們是定義在比較有一點戶外活動 然後或者是說他想聽音樂但是跟旁邊的人不會太接近 但是他因為他聲音會放出來他再來喇叭 對 所以他會是比較是輕運動還是重運動還是輕的 輕的 OK 那所以 嗯 相對於你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你的目標族群他就是可能被定義在輕運動這樣子的一個target的時候 嗯 極端用戶相對於他他可能就會是像極限運動 或是他是同樣是以運動為一個族群的一個特點 但是他可以是另外不同產業的一些人的一些特質 然後但是他們可以是同一個類比去找出他的一些相對應的一些特點 然後其實極端用戶的一個研究 其實他有時候是幫助我們去了解一些不一樣的因散 那是在你的目標族群裡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他是可能為你在設計的過程當中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就是思考的觀點 他不一定的他的一些行為模式會完全是你的產品會去使用的一些user 只是說他們有些觀點會讓你去好好的應用的 呃 譬如說像 像當你在設計一些產品他是需要很快速的一些動作的時候 你的族群可能會去找譬如說像F1賽車手像那樣子就要在高壓 然後很快速的一些配置上面的一些處理的環境的時候 他的一些模式可能會 因為你的target可能不是F1賽車手 但是他的一些模式可能是讓你可以類比在你現在的一個產品類型裡面 那對於那樣子的人來說我們要做的是比較不同面向的一些啟發探索 那這個跟你的目標族群來說是不一樣的話就是你的目標族群要探索的是到底他的生活背景是什麼 他在使用你這個產品上面的時候他真正的一些動機或是他的一些態度會是怎麼樣子 那他的過去經歷啊他的一些背景他是又怎麼會去反射在他現在這樣子的一個行為面上 這都是我們在做探索性研究的時候會比較想要多了解多清楚發覺出來的一個面向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所謂驗證觀點的部分 他可能會比較偏使用者研究 使用性研究 然後他主要是針對概念這一塊做驗證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已經是你可能已經有一些concept 你已經有一個polotype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然後做事後的一些回饋 所以通常探索性研究可能會是在 你並不確定並不太確定你的產品價值定位是什麼的時候 你可能你剛剛那位先生的例子 你要設計一個藍牙喇叭 可能你的公司就是給你一個brief說 你要設計出一個藍牙喇叭 可是你並不知道這個藍牙喇叭是 他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像他可以跟市面上的其他藍牙喇叭 有做出什麼樣不一樣的一些定位的時候 你可能做一些探索性研究 去幫助你了解 或是幫助你去定義不一樣的族群 那可不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機會點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找像這樣子的一些 使用者的一些內容 然後如果說是比較極端用戶研究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你想要尋找創新的時候 可能你已經發展了這個產品一段時間了 然後你並沒有就是有一些 感覺有刺激有一些新的insight的時候 你可能試著用極端用戶研究這個的研究方式 可能會幫助你去觸發一些不一樣的一些concept 那當然啊 使用戶研究有時候可能是在你一個偉大的點子的時候 你們想要去做一個測試 我自己是覺得可能像很多maker 他們可能已經本來是先做出這樣子的一個concept 那他那是出自於他自己的一個idea 但是他如果知道這樣的idea可以被實踐 其實這時候你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做一個測試 去找不管是認識的人或是你在其他地方找到 你就是馬上的測試就是去做快速的一個改善 然後這部分就是可以再去做這個驗證觀點的一個內容 所以像剛剛這樣子的一些使用者研究的一些目的跟方法 那到底我們要如何去規劃一個有效的用戶研究 其實那個整個研究的流程裡面大概區分成 但目前定義成是六塊 第一塊就是所謂的決定方向這個部分 決定方向意思是說你要如何決定整個研究的走向 你要去問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要達到怎麼樣的目的 然後甚至你要如何幫助你說研究假設的這個部分 因為你有一個研究假設之後 你才能辦法去定義說你到底這個研究的對象 會是什麼樣的族群 那你要怎麼去做它 所以像對象的內容可能又會是 像剛剛講的是針對你的目標用戶 針對極端用戶 甚至也有可能是專家的部分 有的時候我們的產品面向不一定都會是消費型產品 那它可能是比較專精的 譬如說像醫療產品類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找的是專家 讓他們醫生這樣子的人 來幫你做一個研究的一個回饋 然後這時候你就是需要去定義 那這樣子的人適不適合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你知道你要跟誰講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怎樣的方法 可以幫助你去找到對的insight跟內容 然後這部分的話 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會有分量化跟實化 那其實相對於影片的很多方式都是 很多選擇的 然後之後你就要進行招募 招募的話就是分成兩塊 就是所謂的DIY 就是自己去找人 就是最簡單 然後也可能是最便宜的一個方法 然後委外招募當然就是 現在其實市面上有很多試料公司啊 或是招募公司 他們都可以幫你做這塊的內容 只不過很貴 就是我們之前曾經有會找過像 我們大部分都會比較偏向DIY招募的部分 因為那個畢竟比較深淺 然後DIY招募對於我們來說也會比較容易好掌握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想要測試 我們想要去問的一些內容 然後如果說我們要去找委外的一些招募公司的時候 相對性來說 我們就必須要出滿完整的一個招募的一個條件 然後也需要跟他們做多次的溝通 就是說到底怎麼樣的人 你要怎麼幫我找到 那如果你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譬如他回報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review的時候 發現這個人其實不合格 然後又要他再去找一次 所以其實委外招募的這塊的話 相對性來說 他時間可能花費會比較久 那DIY招募的這塊 我們自己的掌握度就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自己就知道我們想要找誰 那同時他也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之前我們曾經找像 我們有個案子 我們是找像做呼吸中指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對這個病症有了解 對就是我們需要有呼吸中指證的人 然後他還要是重症或是分清度的 就是他會有不同程度的一個症狀的差別 那這種人相對於性來說 你不可能在路上抓就抓到一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是有委外做 就是招募的一個部分 只是說就是一個人可能就要一萬塊之類的 就是所以這招募這件事就是要看說你的時間成本 這些上面有沒有可以符合的 所以當你招募完你的訪談對象之後 你就是要去做執行跟研究的部分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足自導的一些記錄啊 跟一些你觀察的一些素材 可能就是會有你的當時一些錄影的一些內容 跟你當下記錄的一些文本 之後你就拿回來再做分析結果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分析的方法其實也很多種 以及他的內容也很多種 目前就是大概列了一些 就是像Persona, Scenario, User Journey 像這樣子如何去把你找來的那些insight 可以去幻化成他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你要怎麼去講他的故事 然後你要怎麼去呈現他的一些觀點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在分析這一塊的時候去做的 然後其實我們在做整個研究的時候啊 我也是有去問過我一些同事跟一些其他的研究員 就是我只要是問說 在像這樣子的一個研究過程裡面 他們都覺得哪個部分是最難的 其實我個人覺得每一個部分都蠻難的 不過他們就是有大概說了就是 最難大概就是前面決定方向跟定義對象的部分 然後我個人覺得分析這一塊是最難的 因為分析這個部分是需要靠一些體驗跟經驗 然後以及你對於這個資料的掌握度 你有沒有夠熟悉 你才有辦法把不同的點連起來之後 轉化成一個真的活生生的人的形態跟他的一些觀點的一些內容 所以分析這塊蠻難的 可是我今天不會講 就是 就是 因為分析這個還蠻需要多一些深刻的一些解釋的 所以我今天會比較focus在就是前面這一塊 就是 當你要決定前面你要開始如何整個研究的一些project的時候 方向是最重要的 那決定好的方向當然就是要找對人 這是最難的部分 所以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這真的很重要 像剛剛 像剛剛這樣整個project下來 其實它有一點像是一條龍的感覺 你要是前面你就定義錯誤 你就是找不到對的人 其實你後面再怎麼分析 你在怎麼拿些東西出來 你還是沒辦法為你的產品找到最好的價值主張 你還是沒有辦法就是做出好的設計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你只要前面 你就開始做好一個好的一個設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你的成功 對你整個project成功的那個完整度 可能就已經有一半一半少了 然後 對於這個定義方向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對於不同的專案的形態 它可能也會有不一樣的一些難處 譬如說當你這個題目很大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多方探索 你才有辦法去找出連結 譬如說 像這個case 是之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幫公司做的一個案子 的一個研究案 其實很多公司我猜都這樣子 他們都會看到現在時下市場上有一個很好的trend 它有一個很好的technology 然後他就會說 欸我們是要發展一下 我們是要去做一下這方面的一些內容 所以那時候公司覺得看到 呃 就是3D列印這件事情很夯很紅 我就是感覺這東西可以怎麼樣被 被應用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東西 他是如何可以跟數位照片沖洗做一個連結 因為數位照片那個時候是公司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產品線 那他如何可以把這兩塊的東西連結在一起之後 打造一個新的產品價值 就是等於為公司create個新的一個商業價值 可是其實你知道這題目有多大 就是我們 就等於他現在的市場並沒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也要馬上就是能夠做出連結說 蛤 3D列印他要怎麼跟我們這個本來的一個產品線做一個連結 所以其實題目大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要說 嗯 需要有一些資料的一些support 呃 目前你看到那個照片 他是那個3D列印的彩色的一個人偶 就是他其實是可以用你的照片去做一個3D列印 然後他就等於算是一個你的小小迷你的你這樣子 然後 這次公司已經決定好的一個方向跟產品的內容 我們要去做研究的時候就是要想說 那這樣子的東西我們要怎麼就是賣給user 我要賣給誰 那他們的接受度會有多高 可是這個前提就是在於 呃 誰啊 我們要賣給誰啊 我們一開始並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一些呃 刺激資料 靠一些市場研究的調查 來幫助我們先去定義 譬如說那個時候 呃 像這樣子的題目的一個呃 研究方向啊 就會被定義成 需要多方探索之後 再找出後續的一個更細節的一個方向的內容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先去找了呃 幾種可能的user type 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原來產品線就有在使用的 呃 使用者族群 我們的考量就是 欸 他們本來就有用我們的產品了 如果我們推出一個新的產品 他們會不會也來使用 所以他就是我們呃 首先考量的一個群組 然後另外一個群組就會再去考量說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誰會來買 可能是會是 因為我們就要再去考量說 那這樣的產品可能是禮品嗎 他可能會是 有 爸爸媽媽想要為他的小孩生的禮物 去做照片上面直接print成一個3D的一個人偶的概念 作為一個禮物的贈送嗎 那父母這一塊可能又變成是我們想要去target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就是 另外一塊我們就可能想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個target 就是對於這一群人 呃 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跟我們目前那時候的呃 主要使用者 是比較偏年齡層高的 呃 就是呃 四五十歲那樣子的年齡層 完全不一樣的族群就是 像二十歲那樣子的一個數位時代的一個年輕族群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考量是 3D電印是一個很technology的一個東西 以及 會想要是用這樣子 比較高科技層面較多的一個產品內容 是不是 你要比較熟悉像這樣子科技的人 可能會願意多一些input想要來用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等於要為這樣子的產品 做不一樣的研究假設 去想說 欸那像這樣的族群可能 他會有怎麼樣的需求會來用這個 那這樣的族群會有怎麼樣的需求來用這個 但變成是說我們並不確定他們是不是都溫和 所以我們就是那時候就是設定了三組之後 每一組都呃 安排了大概五個人的一個訪問 然後再就那五個人的訪問去做一些呃 內容的一些探索跟他後面的那些insight的一些考量 呃 很可惜的是最後產品並不成功 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很常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科技看到一個就是很紅的一些 一些trend的一些東西 我都覺得說我們就像拿來用 我覺得這太棒了 所以可能像像VR AR 然後就是那次從科技端出來的一個需求 然後再用那樣的需求去找有誰來用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其實像對於我們在做使用者研究的時候 這是有點反過來的 等於我們是要為那樣子的科技去找誰會來用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它有點反過來 不像我們應該先去找有怎麼樣的需求 再去想那樣的需求 會是怎麼樣的東西來溫和的 所以我那時候的體驗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題目它不但不好做 你做下來你的時間也會比較久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做了三個月吧 就是因為它等於是一個很探索性的一個題目 我們必須要一直不斷去討論說 誰會來用 然後就是要怎麼去去考量它的concept 然後之類的 那相對應來說 因為這樣子是對公司來說也是一個發展的成本 你如果沒有一等一的一個證據跟他說 嗯這個方向一定會行 因為我們研究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他們就不會想要覺得這樣子的東西是可以繼續進行下去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們後來反饋回來的結果就是 年輕人對於這樣的東西會覺得很creepy 就是他會覺得這樣子的小小人好像不是很很就是 會不會感覺有點可怕啦 對然後對於那種比較老一輩的人或是父母的人 他或許可以接受就是作為小孩的禮物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東西又來到科技層面的一個困難點就是 他才剛起步他的起始成本一定很高 你要願意花200美金買一個像這樣子的東西給你的小孩嗎 對啊 那就是我們那時候困難點了 就是雖然說他們在需求上覺得 嗯這可以是作為一個unique的一個禮物 但是你要他花200塊美金去買 就是去做這樣的東西 他們當然還說那我就照片應應就好啦 我就也不用花那麼多錢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群組 呃族群來說我們做完的一個一個回饋又是 欸似乎也是不行 那對於比較老一點那個四五十歲的那個族群 他們可能已經是祖父母了 他們相對性來說他們的消費力也比較高 我們也覺得這應該可以了吧 但是其實對於他們那一群 呃因為這是在美國做的一個research 對於在美國那樣子的四五十歲祖父母那樣的族群 他們其實對於自己的退休生活會有比較多的一些考量 跟就是呃就是花費 所以其實他們比較多會是在於自己的一個思考上面 所以一定要為家庭這件事情 我覺得家庭這件事情相對性我們在台灣或在中國 會是比較重的 但其實在美國他們可能不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花這樣的時間跟錢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所以停下來就是我們做下來就是 三個族群其實都不是很work的 對所以後來的時候 對就是這個案子就是終結 不過我覺得這其實對於使用者研究來說 也不是說一個不好的地方 至少我們找出就是欸他就是不行了 就是他也是有可以去為我們這整個案子做出現貢獻 對所以我覺得這其實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個名詞就是 不一定說每個研究一定都是成功的 就是他一定還是會有一些不能做到的部分 那那個東西可是同時也等於為你整個每一條路 就找出某一條路其實就是不行了 那其實他就幫你就是刪掉那一條路的選擇 那你就可以往別的地方發展 那就是也是可以啊 所以這個這個面向來說對於我們這樣去定義方向的時候 相對性會比較大也比較難去做 但是如果說是另外一種就是題目比較小 他相對性來說他也可以產出比較可以探索的方向 譬如說我們最近在做的研究是關於 什麼使用者還有累積點數去兌換一些優惠 其實他就把整個的範圍線縮到 就是他是可能是某種會員制的user 那他會想要有一些累積點數的一些機制 那要如何用那些機制去兌換一些相對應的優惠 其實變成他是非常專注在某一個範圍內的一個研究內容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就會比較能夠知道 OK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找這樣子的人 我們要得到的一個預期的結果 可能就是他們為什麼會想要去兌換 是因為商品本身還是他內在的需求 還是一些其他不一樣的一些考量 那這個部分相對性來說就會比較題目比較小 然後會比較可以產出一些你可以想得到可以去應用的一些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如果在前面 定義研究方向這塊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方法 比如說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那時候在做前面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其實找了很多市場調查的一個report 找很多就是著名研究啊 敬業分析啊 就是那個時候到底誰在做3D printing 然後同時間在做像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有誰 那他們都是怎麼樣去做像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前面做這樣子的研究的時候 發現其實市面上好像也還是蠻多家 有人在做像這種小小的迷你等這種人偶的一個服務的 那在某一些國家也都是蠻盛行的 那為什麼在這裡就不行嗎還是什麼的 這在前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藉由像這樣子的一個 市場現況的研究跟調查 然後我們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說 那他們是怎麼樣的user group 會不會適用於我們之後 要去研究繼續下去的時候也是同時適用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 就是所謂研究假設的一個內容 就像我剛剛講的研究假設就是我剛剛說 譬如說有三群嘛 那我們要怎麼定義出那三群 那三群的內容相對性來說就是一種研究假設 好那你定義完方向之後你就要開始找誰 你要來去就是問他想要知道他們的一些內容跟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基本上你只要找到對的人 我的成功率就是超高的 我說成功率不是說一定會為你這個產品帶來 多大的一個big idea 但是至少你可以確保你的方向不會落差太多 不會讓整個後來的一些研究內容都白費 我覺得在定義就是user這一塊的時候啊 其實每一個產品都有他現階段 還要探索的一個使用者 可是其實我們遇到蠻多迷思或是客戶 他們都會覺得我的產品就是不分老少都可以用啊 你看youbike誰不是都來騎 就是那他再會覺得說那是不是我的user 就是男女老少都是我的user 其實相對性我們在定義這個時候其實不完全是的 即使是這個產品它有不一樣主權人都會去使用它 但其實我們在探索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同時要考量的不是只有在user這一塊 我們要去考量說像這樣子的產品 它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它需要探索的使用者會是怎麼樣一個類型 譬如說在所謂的那個創新擴散的整個階段裡面 它可能它目前那個產品它已經屬於穩定期了 那穩定期的狀態之下你要尋找了人 它是可能已經是真的是 目前你已經從它的使用狀況中知道 可能它租借郵遊卡的一些人的特質 大部分是落在哪個群組幾歲 然後性別是什麼 然後大部分的人是怎樣的特質 那你的確可以去做那個所謂那個群組的一個研究內容 可是如果當一個產品它其實並不是在一個很承受階段 不管它即使是說 它說我的產品是誰都可以用 可是它像是剛退出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Niche Market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相對性來說可能要探索的是 那這樣子的產品對於Early Adopt 是不是會比較容易先接受之後 我們先探索那一群人的一些特質 有助於它往後要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更深入的一些探討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了解它 它這個產品不只在User那一端 它在商業這一塊 在市場這一塊的時候 它可以怎麼樣被接受 然後它的目前的資源會有什麼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做 前面定義User這一塊的時候 同時也要考量到的 它倒不是說一定就會是在 這麼局限在User本身的這個因素的一個考量 因為我們也是要考量到時候出來的這些insight 它會怎麼樣真的被實際應用在 它再去營運、它再去推廣 它再去做初步的銷售的時候要怎麼去販賣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定義User這一塊的時候 重要其實是它的使用者特質 其實也不是說它的一些人口方面的一些元素 譬如說其實我們很多客戶他們都會第一個想要User的時候 都會直接先說它是男是女 它是18歲到幾歲 它是不是有錢人 就是他們常常很 就是這個是蠻以試料的方式去看整個User面貌的一個準則 但其實我們在做所謂的使用者調查的時候 我們比較看重的是反而是它的到底特質的那一塊 譬如說你拿起Ubike來說 譬如說好了 它是屬於戶外踏青的一個擁護者 還是它是屬於每日需要通勤的一個小資上班族 其實你光看這兩群 它的特質上面就會很不一樣了 它可能有男有女 它可能有老有少 可是重點是我們當下我們要Focus要抓的那個族群 是屬於哪一種的 戶外踏青相對型來說 可能它之後如果我們是以這樣子的方式去做一個 後續的產品概念產生的時候 我們就要探索的是到底它在戶外踏青的那一塊 它為什麼會想要用它在戶外踏青 它在戶外踏青的時候 可能會有遇到怎麼樣的體驗 那個是可以再回饋到後續的設計上面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Focus在每日通勤的小資上班族 那整個使用場域就不一樣了 它是在都市裡面 它是在一個每日上下班很緊湊時間的時候 它會去使用的一個時間點 那它那時候它體驗到的感受 就跟我剛剛提的戶外踏青的這樣子的一個群組 是很不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他們是不是會在這樣子的場域裡面 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譬如說上下班很多人 然後它就是可能刷卡都找不到它的那個U-Bite 然後它也很難去租 或者是它租到的時候可能是壞的 就是因為太多人使用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些痛點或是一些體驗 都是因為我們在前面做定義的時候 族群不一樣 我們後面探討也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面貌 所以我們初步在做使用者對象的一個定義的時候 我們到底看中的還是比較偏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特質的部分 也不是說就是那些所謂比較好定義的人口特質 所以我們知道為誰設計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說要怎麼去研究它們 所以就是剛剛這是我剛剛後面看到的 就是這個研究流程裡面 我們之後要怎麼規劃研究的方法 然後設計研究的工具 然後再去做後續招募的受訪對象 我喝個水 不好意思 誒 剛剛聽到前面 目前到現在就是到定義的部分 你在談的是音色 experience 那通常你們會把UI這種東西包含在裡面 還是這是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UI它就是也是UX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一定當然也會包含在裡面 只是說我們看我們在前面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是怎麼樣子去把那一塊放到研究裡面 那怎麼樣可以去產出相對應的一些內容 對 目前就是先講到那個定義方向跟對象的部分 你們目前有沒有一些問題或是想法 其實後面的那些研究方法跟它要如何招募 跟它就是如何去執行 其實目前網路上有很多像這樣子的一些方法論 然後我覺得好像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比較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一些我在做這些研究當中的一些新的感想 所以譬如說 在挑選研究方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最考量的就是 所謂的時間跟預算成本 跟它可能有的一些預期勝過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們通常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考量的是 我現在到底有多少時間 我可以去完成這整個研究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常是 我猜這個可能在新創公司也會遇到這樣 他們需要很快的就是去做產品的產出跟一些修正 那我們在所謂的設計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客戶給我們的時間就是可能 10天或是兩個禮拜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要去做到某一個研究的產出 那甚至他們有時候都等不及研究的產出 就會說我要看到設計 對 但是通常對我們來說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困擾 當然就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有時候你設計出來 你不一定是會去反應他 這個user他本身的一些經歷 跟他的一些 insight 但我們就要先出設計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必須在 像這樣子的一些時間挑戰 可能跟成本挑戰當中 要去做一些考量 做一些就是研究方法的考量跟篩選 所以另外還有就是剛剛提到的嘛 就是訪談的預算 你到底有多少 那你這次是要自己找目還是要委外 那委外就是剛剛我提到的就是 你覺得會有時間限制上面的一些考量 所以這樣子的一些因素都會影響我們在做研究方法的一些測試 選擇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挑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像 UY到底是不是屬於UX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當然是 那其實我們也一直很想要在測試 在研究當中就可以做到這一塊的一些想法跟跟概念的一些測試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直接在研究當中 就加入了一些既有設計的一些想法 然後做當場的測試 雖然說他無法經過就是一些 使用者的一些 insight 的淬煉 但是透過他當然現場立即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大概知道 OK 他其實就對這個設計是不喜歡的 那我們之後也可以就是再往別的方向發展 那其實也是算是可以去做 就是去做淬煉的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我們在做研究方法挑選的時候 我們也會考量說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 他是要測試一個概念呢 還是他是要重新打造整個產品 這對於來說 我們要去做研究方法的挑選的時候 也會很不一樣 譬如說像剛剛講的 如果是測試一個概念 今天客戶他只是想要知道說 我這個做這個流程裡面 我如果說加上另外一個步驟的時候 他會不會就是比較願意使用它 這樣子比較小的一些概念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直接就是去走 就是 testing 的流程 我們就不會以一個像剛剛前面講的 還要做前面的考量那些 刺激資料的一些分析 然後再去做研究方向的一些定義 但是如果當我今天我要去重新打造一個產品的時候 另外還有這個有很多人 我們現在的一位 我可以做不定的